大家都回到工作岗位了吗 因为年假已经到了尾声 许多民众开车赶着要北返 结果造成的国道5号越晚越塞 有许多民众提早北返还是卡在车阵当中 而另外在桃园机场也出现了返校反攻的人潮 大家都赶着最后的周末回到镇港准备要收行 轿车一辆接着一辆排起超长队伍 根本看不到镜头 初期出现明显北返车潮 国武伊兰头城北向路段紫爆 时速18公里一路塞到平林路段 雪岁南端入口排队5公里 伊兰北向路口包括头城 伊兰罗东苏澳下午3点至8点 实施高承载管制 并要求驾驶摇下车窗 确认乘客数是否超过3人 现在半个小时左右 要回台北 说很早 民众提早北返却还是躲不过大塞车 国武恐怕会越晚越塞 此外台中系统也出现车多拥塞 像是国一国三替代台六一 台九先替代国五 以及台六三替代国六 还有我们台七四接国四 来替代国一国三的台中都会区的 拥塞路段 来到桃园机场 下午反国民众带着大包小包 扶老稀有 在国外度完假开心的回国 光是28号出入境人数 就高达76000多人 创下疫情以来三年新高 不少初期民众是留学生 也有人是赶着回到工作岗位 不管是路上还是空上 所有民众把握最后周末赶着返校返乡 准备收心开工 记者综合报道 有人遇过像这么便宜的停车费吗 这是在哪里呢 台中的火车站附近 有一处私人的停车场 一个小时收费8块钱 月租写的是600个月只要1块钱 等于说你租1元的话 可以租50年 不少网友开玩笑说 那2块钱都可以停到老死了 车停到报费也都没问题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请记者带您来执行 台中火车站旁 人潮多车潮更多 这里有一处停车场收费超佛新 竟然一个小时只要8块钱 不可能吧 有那么平衡吗 便宜 是喔 比一般的停车场还便宜 你没看错 停车规定清清楚楚 假日累计最高只要40元 已经够亲民 更惊人的是月租600个月 竟然只要1块钱 600个月只要1块钱 好像会装个漏洞之类的吗 怎么可能 对啊 他应该是硬错了 假如是住附近的话应该蛮开心的 民众心里出现超大问号 不敢置信 这是一处机车停车场 看板更在网络上疯传 有人说一元停50年 那两元就可以停到老死 车停到报费没问题 现在是要拼停车场先倒 还是我的车先烂 圆跟月放错位置 一开始是客人有提醒 提醒的时候 因为遇到过年 所以也没有来得及多求证这样子 原来乌龙告示已经挂了一年多 直到最近才有眼尖网友发现 业者也干净把后面错误的文字贴掉 以免让人抢着租物误会捡到便宜 记者冲耳雲杰台中报道 这个春节假期有人去追雪吗 因为在高山上有一些山全部都下雪了 如果没去了没关系 看我们的画面也是很漂亮的 这是寒流来袭全台急冻 气象局预估6到10度的低温 会持续到收价为止 来看到宜兰太平山的山景 挨挨冰县从天而降 一偏偏落下电影般的梦幻美景 27号晚上出现在宜兰的 四园崖口追雪民众乐翻了 四园崖口下大雪了哦 四园崖口一夜急冻 枝头树梢上结满了雪白雾松 整座山林像是电影冰雪奇缘的童话世界 同样在宜兰的太平山还有南山部落 也出现树枝高挂雾松 太平山游乐区更出现零下四度的极度低温 停靠车辆被冰线覆盖 像是盖了层白色毛毯 我只是要跟冰了你 看到雪景高不高兴啊 宜兰山区连续两天 急冻低温零度以下 车炒绵延民众抢着上山 前一天住进太平山庄的游客 因为路面结冰 差点下不了山 来跟上跟上 远景一路引导开道 如果走进太平山像进了冷藏室 那这天到了宜兰三星山 就像进了冷冻库 践行步道上 一路上竟然有满地的大冰块 经营剔透像是水晶般 民众兴奋的徒手拔起 迎白世界不止在宜兰 新竹兼石乡也下起冰霜 树枝高挂着雾松 放眼望去 还以为枝头长了白色树叶 整座山林像被湿点魔法 洒了糖霜浪漫满分 民众直接把车停在马路上 下车拍照打卡 狂动低温笼灯造全台 知名的北投露天温泉 清晨五点半就涌现泡汤人潮 28号台中以北以及东部地区 清晨出现6度左右低温 中南部则是出现10度左右低温 台湾附近海面持续布满空包云系 代表寒冷威力十足 而几栋低温会持续到年节结束 今天清晨的低温呢 有些地方甚至有接近6度 感受上是相当的寒冷 其实全台各地低温都会有局部10度 预估周一30号开工后 天气才会略微回温 下周四又有东北季风来临 想把握年假尾声出游的民众 一定得注意保暖 记者张罗鹏陈莲台北采访报道 明年还有一天的假期 可以到嘉义县眉山来看 鹰骨王 今年花旗刚刚好是在春节的期间 整片的樱花都开满了 阳光洒下呢 就是超梦幻的粉嫩的美景 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拍照 而李花呢 现在也是进入到的盛开期 整片的山头雪白非常的浪漫 嘉义眉山鹰骨王盛开 阳光洒下让粉红色樱花 仿佛上了一层梦幻滤镜 真的超美 蓝天搭上盛开粉红樱花 视觉超大享受 游客毛起来拍照 造型就像巨大樱花伞 热血的单车车友 每年都骑着单车来打卡 一年一度的樱花盛开 加上今年花旷特别好 当然不能错过 非常的漂亮 你看这里这种盛开 超美的 很壮观很漂亮 很值得 不王子欣 这颗鹰骨王是当地茶农 14年前种的 没想到变成打卡热点 而嘉义另一头 瑞里柯子林 鹰白世界仿佛赏雪 白色礼花遍布整个山头 唯美又浪漫 很像来到日本 很像下雪 私人观光果园 礼花正盛开 满山雪白花朵 果园的园主不藏私 面费开放让游客来欣赏 不管是赏银还是要踏进 礼花雪白世界 花控们把握好开花的花旗 否则错过再等一年 记者侯国文 嘉义报道 百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